肺癌在香港是現今的一個頭號的殺手 它的病法的機率也是香港的彭帝僅僅僅僅於搶癌 肺癌的病徵初時是不明顯的 但當你發現有些不明的咳嗽,尤其是咳了很久都不好 有氣喘,或是痰裡面有血,或是有些胸口痛 就要及早去看醫生去做檢查 初期肺癌通過手術的根子機會都會破高 但中晚期肺癌的復發率也比較容易 這個晚期肺癌其實我們現在都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治療方案 都已經可以大大提升了治療效果 將那個不知的病程盡量去延長 這個晚期肺癌主要的治療方法 包括了傳統的花療,標靶治療 以及最新的免疫治療方法 如果有一些疑問,你盡快去找專科醫生去問清楚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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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